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二 境外所得税管理 在讲二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 这部内容 今年的教材有一定程度的删减 特别是大家比较抗拒的那个五层 抵免那个很复杂的那个立题 教材里好几页你在专业阶段学的时候 觉得确实有点挠头的那个立题 从我们的今年2021年税法的课本中已经删除了 它保留了一些股价性的内容 比如有些公式啊有些核心的原理 在董体而言这个知识点大幅度的缩减 这部分境外所得税管理应该说在我们的专业阶段税法 这一个单科中是比较难的一个内容 当然在综合阶段也是比较难的 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对你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它的重要性绝没有达到像长头合并那么的重要 那个部分你确实是要辞科 因为它的分数很高 难度很大 今年的教材变化也多 那么你是要辞科的 那么这个 点呢就是我们在税法中的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大家在专业阶段学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怕 不太明白 那么我想是这样 我们从理论中先简要给你梳理 学的时候如果说你的时间有限 或者说你对于这部分的知识点不够自信 我建议你什么还记得那句话吗 你以题 拜 点 来学习 因此 对于你的要求而言 如果你确实没有时间 或者说如果你认为这部分的难度太大 你就直接 以我讲义中我给你的这几个习题 你看懂了 会了 即可 达到这个程度 那么有同学我知道你要进一步的问 能不能不看 我对你的回答是 暂时我们先定 你先看我这几个例题 还不能完全说不看 因为这部分确实在几年前 比如说在14年或者17年 考过大题 一旦考大概就是一个五分左右 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不会 基本上你睡法班科讲及格就比较困难 而这部分 确实我也承认 有一定的难度 你在学起来 相对 有一点挠头 但它的难度 还是我刚才讲的 没有像长途合作那么难 因此 正如我刚才 啰嗦的那句话 实在不会 把题 看懂 就行 那么我们还是先从理论中给你进行相样的梳理 居民企业以及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 取得下列所得以在境外缴纳所得 所得税额 可以从当期应纳税额中 抵免 抵免限额为 该项所得依照规定计算的 应纳税额 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 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纳税 应纳税额后的余额 进行抵免 听着还是有点绕 我对你的要求是只有这 一个圈一 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 这部分当然分直接所得 当然分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待会我们看 比如说母子结构下 如何进行所谓的间接抵免 总分结构下 如何进行直接抵免 这个地方你是要会的 那么至于二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取得 发生在中国境外 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我对你只有两个字 不看 换句话说我们以 一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 应税所得 如何 考虑它的抵免 这个点 是你 比较重要点 或者说 换句话说 我是希望你能够会的点 我们先看一 抵免法的 适用范围 这一页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把一 理解了 我们后面会有 具体的 相关的细节 居民企业境外所得 直接或者 间接 负担的税 什么意思 直接抵免 间接抵免 待会你随着我的进度走 二 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不看 只是我是因为知识的完整性 我给你放这 但是我对于你考试 主要是对于 一 是比较重要的 以前年度 在这考大提的年度 也是围绕着一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 给你出一个案例 是非居民企业的 对吧 那么 这种点啊 只是什么 只是在我们的 转据段 可能会出一些比较细的题 会涉及到 那么我们看 归纳 居民企业可享受 直接抵免 或者 是间接抵免 知道 有这回事 待会我们看 什么叫 直接抵免 什么又叫 间接抵免 好 我们看二 抵免方法 先看一 直接抵免 对企业在境外 直接缴纳税款的抵免 常见的是 总分机构 总分机构 应该是在中国境内汇总纳税 但是由于我的分支机构 在其所在国 境外的某国 已经交纳了 一次其所在税 因此就涉及到 企业在境外 直接缴纳税款 抵免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一些同学 你是企业 专门做财务 或者是说你是做汇算清脚 那个杠的 你不妨打开你的那个汇算清脚的表 你看一看 天报说明是怎么说的 可能会对你这部分学习 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我们具体往下看 纳税选择 分国不分项的境外所得抵免方法 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 所得额时 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的亏损 不得抵减其境内或其他国应纳税所得额 但可以用同一国家 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所得按规定 也就是说不能内补外也不能外补外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实际上这个原则有一定程度的放宽 我们待会继续看 那么也就是说境外同一国家 不同项目之间的盈亏可以相互 弥补 但是不同国家的盈亏 不能跨国 弥补 那么 这个点 我刚才说有一定程度放宽 我们看 具体在18年我们的教材 有一个变化在哪 纳税人可以选择不分国 不分向的境外所得 抵免方式 纳税人的境外分支机构亏损 不能由该企业境内所得弥补 也就是说 不能内补外 但是可以外补外 这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 这还没放宽 如果你境外亏损 不能用境内的所得来弥补 但是 外可以补外 具体我们看什么意思 您还是结合相应的案例 跟我做主意的梳理 我再强调一遍 这部分有难度 因此我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把题看懂 就行 我们来最经济实惠的 天宇能源 2019年 境内 应纳税所得为200万 适用25%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另外天宇能源 分别在 AB两国设有分支机构 这两个分支机构 以缔结 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2019年 按照 国内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AB分支机构 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50万和30万 2019年 分支机构分别依据 AB各自所在国 税法计算 并缴纳 所得税是多少 一个是10万 一个是9万 天宇能源历来只有这两处境外所得 刚才是怎么说的 你可以选择分国不分项 你也可以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我们具体看 要求 财务总监希望就企业 分别采用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方式各自应纳税所得额 应如何计算 以比较本期应选择 哪一种方法 我们具体看答案 然后你对这个支点进行 梳理 自2017年起 企业可以自行选择 分国不分项 或者不分国不分项 计算 其可 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 具体看计算 这开始了 200加50加30乘以25% 这是一个什么数 200是什么 我们看 200是不是境内应纳税所得额 50是什么 A 分支机构 30是什么 B分支机构 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上 相当于是一个汇组 纳税的概念 把三个数并在一起 乘以一个 25% 然后 第二步 分国不分项的方式 可抵免境外所得 扣除限额 70乘以一个50 除以一个280 280是并在一起 这个数 对吧 50是什么 50是在A分支机构 对吧 A分支机构境外所得 算出来对应的比例 乘以一个什么 乘以一个70 70是什么 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税额 汇总纳税之后 算他的A的 A国的扣除限额 算出一个数 12.5 B 依此类推 赵方抓药 算出一个7.5 这一步 我认为你是非常好理解的 具体再往下看 企业在A国实际缴纳 所得税是10万 提干给您了 小于扣除限额12.5万 怎么办 可以全额扣除 这不跟个税 我们之前上一讲的基本原则 如出一折吗 注意知识的对比性 企业在B国实际缴纳 企业所得税9万 大于扣除限额7.5万 怎么办 只能扣7.5 超过部分从次年起 在连续5个纳税年度内 用每年 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 进行抵补 因此 企业在国内应缴纳 所得额为多少 70-10-7.5 因为这部分只能按照 抵免限额走 它在B国交了一个9 对吧 抵免限额是7.5 所以说算出来 企业在国内应缴纳的所得税 当年是多少 52.5 这一步应该比较容易 如果我选择不分国 不分项 也就是我们2018年纳入教材的这个知识点 在专业阶段考过 在中国阶段还没有考过的这个知识点 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选择不分国不分项 该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不分国不分项 两个的差异就在这 我们算出来 企业全部境外所得扣除限额是80-50-30乘以一个25等于20万 这一步没有难度 因为是不分国不分项 两个分支机构并在一起 企业在A国B国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 当然你在算所得税扣除限额的时候并在一起 在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 两个当然也并在一起 10加9等于19 小于不分国不分项 算出来的是一个20万 可以全额低免 你看这样来讲 是不是对企业相对是有利的 如果你采用分国不分项 对吧 是不是对企业来讲相对是不利的 因此这个题全部可以低免 其实跟上一问一样的 减去19 由于您可以全额低免 在AB两国家 10加9等于19 等于算出来最后 企业在国内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额是51 刚才上一步选择分国不分项 您应该缴纳52.5 所以怎么办 您应该选择不分国不分项的方式 这是这个题 你看懂了吗 结合什么 上一节我们专题三讲的个税 两个做对比分析 我们看几个注意点 这几个注意点 实际上抠的是比较细的 如果专业期待复习 我认为不太可能考这么细的 但是从知识的完整性 我给你放这了 你有兴趣跟我一块过一遍 或者你用快进的方式 听我给你唠叨一会 如果你没兴趣 直接跳到下 我们看注意 无论是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 税率除国务院 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另有规定之外 都是按照25% 二 且选择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方法后 五年之内不得改变 三选择不分国不分项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例题的第二种 全部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 去宣布合并计算 两个并在一起 你既然是不分国不分项 当然是两个并在一起 对企业不能准确计算 实际可抵免分国 分国别的境外所得税额 在相应国家缴纳税收 均不得在 该企业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 也不能截转以后年度抵免 五 在计算实际应抵免境外 以缴纳和间接负担所得税 税额时 如果采用分国不分项抵免方式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例题的第一种模式 且在境外一国当年缴纳和间接负担的 符合规定所得税 税额低于所计算该国 抵免限额的应以实际税额作为境外所得 抵免额从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总额中据实抵免 你看懂了 刚才那个例题 自然也就明白 它这句话的含义了 超过限额的怎么办 应当当年应以抵免限额作为境外所得税 境外所得税 抵免额进行抵免 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四年起 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 连续五个 刚才也讲了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抵免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说的太照了 结合我刚才那个例题 看懂了即可 那么我们看一下 对这个支持点 2014年曾经出过一个相对大一些的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是怎么问的 当然当年只有分国部分项 没有不分国部分项 因此当年考只能是考分国部分项 不分国部分项是2018年纳入教材的 企业可以做一个选择 我们看当年这个考题是怎么说的 F公司分别在X和Y国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 提供产品售后服务 中国与X和Y国已经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议 F公司203年12月在境外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100万 在X国分支机构应纳税所得额为20万 在X国所得税税率为30% 在外国分支机构应纳税所得额为10万 外国的所得税税率为20% 两个分支机构在X和Y国分别缴纳了6万和2万的 且所得税很容易算出来 你按照应纳税所得额乘以对应的税率 F公司203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显示 在中国境内应实际缴纳 企业所得税25万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要求什么 F公司在X和Y国两国所得额 按中国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和按XY两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一致 F公司203年未发生需要对境内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整事项 实际上它是给你简化处理的 F公司选择按照国别分别计算限额的抵免方式 换句话说 它是按照分国部分项 要求根据资料所提供信息 重新计算F公司在中国应纳税所得额总额 识别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 重新计算结果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差异 这里面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总分这种机构之下 如何考虑抵免限额 我们待会还要讲母子结构下如何考虑 这个是直接抵免 那个是间接抵免 你要先把这个逻辑关系要搞清楚 分支机构 这个题讲的是分支机构 我们看参考答案 根据中国税法 境内外应纳税总额是不是三个并在一起 汇总纳税 乘以25% 算出来一个32.5万 那么X和外国的扣除限额 跟刚才讲那个题分国不分项 计算的原则基本一样 32.5乘以什么 20除以一个130 对应的比例 算出一个结果是5 下一个外国的抵免限额 也是照方抓药 依此类催 算出抵免限额是多少 2.5 但是他在X和外国交纳企业所得税 我们看具体应该如何考虑抵免 当然怎么样 谁低 听谁的 在外国实际纳税2万元 小于外国所设的抵免限额2.5万元 2.5万元 谁低 听谁的 好 我们再看二 间接抵免 对企业在境外间接缴纳税可能低 常见的是母子或者是母子孙机构之间 今年的教材啊 正如我在我们这一小节的开篇 给大家讲的 教材对这部的内容有了一定程度的压缩 关于适用间接抵免的外国企业持股比例计算 比例和层数要求 在今年2021年教材中有大幅度精简 因此对综合考生对于这种比例和层数要求 我对你今年不做要求 那个立体啊 真的是有点难 甭说你了 我看都觉得有点累 那么由于今年的教材有大幅度压缩 所以说我对你的要求还是我说的 我们把其题看懂了 即可 这个点在2017年在没有公布的那样式题中曾经出过一个五分的大题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12点考完上午交卷 几乎所有的学生 就是抽到这张卷子 所有学生 在课间 就是下午考试之前的时间 包括在当天考完试的晚上 多数的议论都是这个题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它无从下笔 一个题五分 无从下笔 就是你笔都抬不起来 都不知道怎么答 所以说这个点相对而言如果要是再出一次 真的你还是不会 但由于今年的教材有一定程度压缩 内容上 我对你的要求还是什么来着 不能不看 看待会那个历年没公布试题考题 把那个点基本原则看懂了即可 这个部分实际上在专业阶段出了好几年的题了 不算少了 在专业阶段 那么我们看一下相关的知识点分析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 举个例子 A B 刚才我们在上面那个一讲的什么 直接抵免 那是什么结构 还记得吗 总分 现在是什么 母子 B应该是一个法人制的企业 A比如它是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B比如在坐落在其他国家 那么这是现在讲的是母子结构 因此所谓的间接敌命 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 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由于它是法人制企业 那么当然它产生利得 我A有权利要求它对我进行分红 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 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 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 税额在税法规定的抵免限额内进行抵免 什么意思 必在当所在国需要缴纳两种所得税 这个点啊 我去年我就给它带过去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我们的就是给教务的那个留言板上 学生不断的要问 为什么要交两种所得税 我们那个2017年没有公布那个真题 为什么要交两种税 很多学生就不理解 那么我今年我们先梳理一下这个支点 为什么要交两种 我们把情形做一个倒换啊 如果说是反过来的情形怎么办 比如这是一个美国 美国的一个A公司 在中国成立了一个B公司 B是法人制的 是不是需要在中国境内先交纳什么 起税 这个你可以理解 没问题 交纳起税之后 它是不是产生了一个什么 净资产的概念 或者叫做当期的一个净利的概念 如果我A美国公司要求我中国境内的这个居民企业 对美国公司进行分红 它是不是用税后的净利进行分红 税后的净利分红 是不是我在中国境内已经交纳了一遍解所得税了 我在分红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再缴纳一遍预体所得税 我们在国际税开篇那个一中给大家讲过 这叫什么来着 原权扣缴 资本利得税 10%的预提税率 你还记得那块吗 所以说如果B公司对A公司 这是美国 这是中国 要进行分红 我是不是按照税后的净利进分红 因此已经在中国 B已经在中国交纳了一遍解所得税 那么它的税后净利在分 像A进行分红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再缴纳一遍预体所得税 所以说B需要在中国境内交纳两道税 那么我们把这个情形换过来 不是一样吗 现在是什么 是一个中国企业 反过来 我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 你不要跟我讲美国有50个州 每个州的税率都不一样 那个不是核心问题 是不是B在美国需要再交纳一遍 企业所得税 那么他B对中国A进行分红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要在美国交纳一遍预体所得税 只是税率跟中国不一样 只是我们把这个情形跟刚才是反过来的 基本原则是一样 只是税率不一样 因此我A是不是取得了B对我的一个分红 在A的账上是不是做投资收益 那既然是做投资收益 是不是一个税后的净利的一个分红 并且已经B在美国也交纳了两道所得税 一个是B公司自身的企业所得税 另外一个是B对A进行分红的时候 一个预体所得税 只是我们把刚才的情形反过来不是一样吗 原则上 所以说B对A进行分红也需要有两道所得税 那么A取得的这个分红的在账上做投资收益 如果A再交纳一个25%在中国境内交纳一个 其所得税 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个税负对于A公司而言有点过高了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等于交纳要交纳三道所得税 两个是B公司在美国的 另外一个是A在中国 是不是也太高了 因此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 间接抵免限额的计算 间接抵免 间接抵免限额 这个事儿是这么来的 那么我们再具体看 关于抵免限额是如何计算的 抵免限额等于中国境内境外所得 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 乘以来源于某国应纳税所得额除以中国境内境外 应纳税所得总额 我知道我念完之后 你对这一块的一个文字 你还是觉得张老师讲的有点啰嗦 没关系 我们结合一到2017年 没有公布当年考完 绝大多数考生对这个题都蒙圈的 这么一个题 我给你进行剥茧抽丝式的数据 你看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公式 我再强调一遍 国际税我不建议你不看 我也不建议你照死了看 也没有必要 怎么办 还是我说的 你把我给你这几个例题看懂了 即可 渤海集团在境外某国设立全资子公司E 这是渤海啊 在境外某国设立一个全资子公司E 这是内这是外可以吗 然后境外所得税率为20% 就是E所在国家的税率是20% E公司20某七年应纳税所得额折合人民币是125万 也就是E公司在所在国计算出来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25 以在境外缴纳所得税25万 这个25怎么来的 您在E所在国的税率不是20吗 因此乘一个20 算出来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等于一个25 你拿计算器可以自己敲 那么算完之后 等于税后的净利是多少 是一个100万 100万 一公司拿其中的80%进行了一个鼓励分配 也就是鼓励分给谁 分给渤海 对吧 以在该国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 剩余100万 是一个对于E公司来讲 是不是一个税后净利的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 E公司按照税后净利 本年所得的100万的80% 进行了一个利润分配 对不含 剩下的20%怎么办 还在E公司这样趴着吗 没分吗 我要有一部分留着自有资金 日后用于我E公司的一个生产经营 我没有100%的分给我的母公司 不爱公司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论 而且一个提供告诉你 是全资子公司 为什么告诉你全资 是因为综合阶段考试 不太可能考过于复杂的计算 像我们专业阶段 给你来一个控股 一个比例 还是的一些相对比较复杂计算 综合阶段不会有 所以他用全资子公司做替代 相对简化 因此你看 80%用于分配股利 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 有一个预提所的税的概念 预提所的税 80%用于分配 预提所的税是多少 是不是一个8 也就是我渤海集团 真正取得的古希红利所得 在渤海集团账上 做投资收益的金额是多少 是不是一个72 你到这一步你同意吗 我知道你觉得我画的有点乱 我们继续看要求 渤海集团在计算本期应纳税所得额时 让您计算可抵免限额 当你如果是你是2021年考生 在今年的考生出这么一个五分的题 你是不是告诉我 你的整个人都不好 因为你真的无从下手 还是我说的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的税法 如果一出黑天鹅 你打那个大题啊 您提笔都不是忘字了 您都不知道怎么答 这种题就是典型了 给你出一个黑天鹅 大家都不会 好在如果大家都会和大家都不会 可能对考试的影响是一个 要么就全部都是正向关系 要么就全部都是反向关系 我们看参考答案 境内全资子公司取得境外子公司 异的投资收益所得 为什么是90% 因为有一个10%的代扣代缴 那个预体所得税 所以算出来之后 渤海集团取得的境外公司 对它的分红所得 是什么 那个投资收益是72 这不好说 我们看境外所得 换算成寒税所得 这一步可能你会有点懵 72你看这个数 72除以1减10% 再除以1减20% 算出来这个100是什么 100是境外所得 换算成寒税所得 什么意思 其实啊 这个题你可以这样来想 我是不是现在我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125 我们先不考虑这两报 企业所得税 我们就说125中 如果有80%用于分配 是不是就是125 乘以80%等于100 实际上它的境外所得 还原成寒税所得的意思就是这样 由于我只有80%用于利润分配 20%在我全自动自1的帐上还趴着 因此我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100万 在当地所在国算一个第一刀的且所得税 算一个20 再算一个第二刀 就是预体所得税 是一个8 刚才说过 等于一个28万 等于100减28 等于一个72 正着反着一样 你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125是我的 折额人民币的当年做的应纳税所得额 但是我并没有全额的进行分红 我只拿了八折进行分红 因此我真正用于分红的应纳所得额 是125乘以80%的额100 由于我用于分红的这部所得 我需要交两道且所得税 一道是一公司所在国的且所得税 另外一道是预体所得税 这里面并不意味着剩余的那个25万 应纳所得额不要交且所得税了 在所在国当然需要交 但它只交一刀且所得税 就是在一公司所在国交 由于你没有进行分红 自然也谈不上第二刀10%的预体所得税 我们看下一步 境外所得按我国税收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等于100乘以25% 算出来一个抵免限额为25万 这个100是什么 100是这个数字 境外换算成谈税所得 也就是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 是100用于什么 用于分红 对吧 对我什么 对我境内的博海公司 我的一个全资 一个母公司进行分红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算出来结果是一个100的应纳所得额 这笔如果在中国境内 应该是交一个25万的切所得税 这个25万就是在间接抵免中 算那个抵免限额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行的计算 我念着也有点别扭 你听着也有点累 它最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应纳税所得额中 如果按照境内的所得税率算 我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多少 这个数字作为我的抵免限额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境外所得和抵免税额是多少 境外所得您那个72 应该所得额是多少 是一个100减72 等于一个28 你也可以反过来算 72除以一个1减10%乘以10% 这个是那个预体所得税 然后再有一笔72除以一个1减10% 再除以一个1减20%乘以20%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企业所得税 就是那个第一刀税 这是那个第二刀税 两个加一块 实际上您取得 不爱集团取得这个72万的分红 在一公司所在国 两刀所得税 一共交了28万元 我的抵免限额是25万元 我们看 我的抵免限额是25万元 那么怎么办 按照二者数小的原则 本年可抵免的境外所得额 是什么 本年度 本年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以缴纳所得税 在本年度允许抵免的金额 来自于二者数小 既然是二者数小 一定是25万 我们看相关的解释 或者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80万分红在境外某国 缴纳的所得税和预提所得税 合计为两刀税 一刀是20 一刀是8 80万元分红 在境外某国的税前 利润为100万 如在中国需要缴纳所得税 金额为25万元 本年度允许抵免的金额 来源于二者数小 可抵免限额为25万 二者数小 看懂这个题了吗